嗨,大家好,我是Lisa 六月份开始呢,我将和几位在欧洲的台湾瑜伽老师们组成一个线上瑜伽教室 那里面呢,有很多从基础瑜伽,流动瑜伽,孕妇瑜伽,英瑜伽,还有修复瑜伽等等的课程内容 那欢迎在欧洲或者是美国美洲时区的台湾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进行线上的练习 那详细的课程办法跟内容我会放在这支影片的叙述下方 在台湾时区的朋友如果很想加入的话,我们当然也很欢迎你 那我们线上呢,有一些时间是适合台湾的时间 那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在家做瑜伽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在家做瑜伽呢,很重要的就是没有老师在旁边直接给你在身体上的指导 因此在听老师口令的同时,你也要非常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 如果这些动作对你来说可能负荷太大,你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开口询问老师,或者是你只是跟着线上影片做的时候 没有办法询问老师时,这是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倾听自己身体给你的声音 而不是强逼自己硬去要做到这个动作 甚至事后再来询问老师 因为在瑜伽练习当中,会说它是一个旅程 就是因为它跟每个人之间身体上的连结 我跟我自己身体上的连结,不一定百分之百跟你自己在身体上的连结经验是接近的 但我可以藉由分享我在身体上的连结的过程来带给你或者是其他人一些启发或者是联想 因此如何学会聆听自己的声音,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可以保护自己在家自我练习的时候,不会容易受伤 甚至很多的瑜伽练习者呢,他们很多人是在家进行自我练习的 那这些可能是已经有了瑜伽基础的老师们 或者是说他曾经在外面学过很多年的瑜伽 因此他在基础上的瑜伽观念以及在身体上的感知非常的强烈 所以他在家中自我练习的时候 他也可以比较知道说哪一些情况下 他不应该去刻意做到这些动作 哪一些情况之下 他其实应该要再更努力而不会放弃这个体位法 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我希望可以提前让你们知道 那就跟你们在YouTube上面练习我的影片一样 这些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家中呢,进行瑜伽练习不比在瑜伽教室 我们可能没有该有的辅具 例如说瑜伽砖,瑜伽神,甚至是瑜伽抱枕 那这些呢,都可以想办法用家里的东西来替代 例如瑜伽砖,你可以用家里比较厚的书 那甚至你如果没有比较厚的书呢 你也可以用两三个抱枕堆叠在一起 那在瑜伽枕上面呢 当然是可以用家里睡觉的枕头或者是沙发抱枕来替代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瑜伽神的话呢,可以用长毛巾来替代 弹力神的部分呢 我则是看到有美国瑜伽老师建议 你家中没有弹力神的话 可以用我们女生都会有的伸缩裤 或者是弹力裤来替代 那当然这些裤子是你可能比较少穿到 或者是已经不需要用到的 因为我们会去做 因为弹力神毕竟它有弹性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拉扯这个伸缩裤的弹性 那它久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和体验你的身形跟身体 所以这也是你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者是你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上班族等等 你的时间非常宝贵 我会真心的建议大家购买瑜伽砖 甚至是瑜伽神 那我个人在辅具运用上面的经验来说的话 我觉得瑜伽砖其实是最不可缺少的 因为瑜伽砖它可以提供的支撑 还有它的硬度等等 是比较有一点点困难用书本来替代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购买辅具的话 我会建议你的辅具顺序 可能是先从瑜伽砖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瑜伽神 弹力神这两个可以并行 再来才是暴枕的部分 那其实我个人也没有瑜伽抱枕 我就是用家里的沙发枕头来替代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做到该有的练习 那另外还要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家练习瑜伽很有可能的情况是 你很容易被打断 这个打断可能来自两方面的 一个是外在因素的打断是可控的 一个是不可控的外在因素 那可控的外在因素就包括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关成静音 或者是飞行模式 那不可控的可能是因为你的小孩突然有什么样的需求 需要请你帮助 他可能还是一个幼儿 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那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呢 就尽量让自己保持当时决定要站在垫子上的那份决心 那在孩子不断的干扰你之后呢 你也可以让自己再一次回到的垫子上来练习 这毕竟也是我个人的练习的心得跟感想 因为我也常常会被家里的小朋友打扰 但是呢 不管最后我帮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永远都会再回到我的垫子上 把今天要做的练习完成 可能30分钟的练习到最后变成一个小时 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是我想要保留给自己珍贵的时间 所以我不想要轻易的放弃它 希望这些重点可以协助你们进行在家的自我练习 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线上瑜伽教室的大家庭 我们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老师 有来自英国的台湾瑜伽老师 波兰的台湾瑜伽老师 还有马尔他的瑜伽老师 还有荷兰的瑜伽老师们 那欢迎大家尝试各种不同瑜伽老师的课程 那我们在线上见 我所谓的瑜伽老师 感谢观看